大鹏小助手 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我们不一样 虽然会经历不懂的事情 我们的希望 来生还能相应 这马多年的兄弟 有些比我也要见你 太多太多不容易 活平了岁月和脾气 时间转眼就过去 这生活不散的演习 只是因为 我们还在 先留在原地 张开手 需要 多大的勇气 这片天 你我一起重新 该努力 只为了 我们想要的明天 豪华的这份情 好好珍惜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等你 我们不一样 虽然会经历不懂的事情 我们的希望 来生还能相应 这马多年 我们的希望 来生还能相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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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经验可以给大家介绍 因为我也是个新经纪 我觉得 我能够做成那一单 主要还是 一个是朋友的支持 另外一个就是运气好而已 其实 我没有太多什么 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我看我身边有很多的 咱们公司的经纪 其实 工作都很努力 然后不停的发微信 也在不停的联系客户 据我所知 有些新经纪 像刚才走的这个站 已经做成了很多单 所以 然后 最好呢 就可以利用一些 周六周日 Open House的时间 之前呢 做足功课 然后把路线的设计好 像我当时带这个客人呢 我一下午 从十二点到下午六点 应用带他看了十六套房 哇 带他连看了两个星期 当然都是 他没有时间 只有周日看 所以就是把时间 路线设计好的话 我觉得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这是一方面 而且呢 可以确认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去掉 home inspection 这个condition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更自信一些 别的暂时 我也没什么态度可以介绍 我也没什么态度可以介绍 我今天呢就是 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之前的一些经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因为呢 我做买家跟卖家都做 但是 买了相对多一点 嗯 我希望我的经历 跟大家 对大家 就是以后的 就是 工作有帮助 嗯 嗯 我们做买家呢 就是经常会看到 就是说 可能是朋友介绍的 有一些是 有一些是 可能是 广告打来的电话 很多时候是 亲戚朋友这样介绍过来的 啊 就是客源 那有一些是广告的 如果广告来的客源的话 啊 我建议大家 就是说 在做之前呢 就要跟他说清楚 哎 呃 如果你跟我做 那就是大家要有一个 commitment 就像一个 啊 男女关系一样 就是有个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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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规的 不要 要签个 比如说 就是 buyer agreement 就是说 哎 你给我做 对吧 那我 我会给你做得好 对吧 他有可能不容易做 因为这种 广告很多客人 这种很多是 他可能 不是很serious 可能跟你看了几次后 就那个了 就 就那个 就是 尽量呢 尽你最大的努力呢 跟他签个buyer agreement 这样子就是说 至少我们的工作不会摆做了 就是说 至少我们的工作 不会浪费一点 因为你可能后面呢 就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后面可能 更多的时候 你很多工作是摆做了 因为你也知道 现在 我们经济行业 这个其实 能很多了 如果你没有签 没有这个 这个东西 可能第二个 可能另外一个公司 或者甚至是 本公司的同事 可能你跟他搭了一阵子 可能他们就把你抢走了 其实这个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有了 你有个保证 对自己的工作的保证 就会好很多 所以如果是 广告来的客人 一定要记住 就是不要着急的 给他带来看吧 但是你要跟他说清楚 他用意了 咱们就开始做下面了 如果不用意 那咱们可以先等一等吧 如果有其他的客人 又比较更可靠了 那先做其他的 不要那么着急 对吧 就是 你甚至去做个阻挡 比那个好 因为你 你不知道跟他的前景 是不是可以 走得更强用 还是说 只是他是过来 可能问问 一些问题了 对吧 那也 也有 我们也有发现 就是说这种广告的客人 也有一些 很serious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的话 对你的利益 就是对你的工作 是最大的保证 是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你可能会接触客人 就是客人他 就是你要了解客人 第一个你要了解 他到底想买 就是他的budget 他在买什么样的房子 他的资金来源 大概是从哪里来 现在已经到站了吗 还是国内还要打过来 对吧 这是第二部分 就是要了解客人的 他的背景 他的background 他的budget 还要 如果是很多是本地的客人 本地的客人 特别像福建 广东 或者北方 反正就是 大陆的客人 你要了解一下 他们来多久了 他是不是可以带的到房 对吧 这个是做买家经济最 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的客人 他连贷款都会有问题 对吧 那咱们做下去 可能 虽然可能他跟你肯定本 但是可能接不了分啊 对吧 他可能就是 因为到最后的时候 贷款如果弄不下来 你可能做 就单做成的后面可能 可能可能也很多 虽然是说不是你的 但最好你在 在那个之前先了解一下 就是说大概他 他要买多少的房子 他的钱在哪里 他的个人 他个人的信用怎么样 贷款大概会不会有问题 这个你做买家经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要 好你要找个好的 找几个好的 好的贷款公司 或者broker 可以帮你做买家 这个时候做买家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就像房子一样 你的房子弄好了 如果他贷款 你给他安排好了 你后面做的工作就 就轻松很多 就不会这个 这个房子就不会应该 那么容易倒塌嘛 应该这么讲 对吧 你这个方面都做好了 那你后面的就 后面的事情 你可能就 就会容易很多了 所以呢 你看一个客人的话 你看他 比如说 你要看他的贷款 有两个 如果是新移民 有些你要知道 这个新移民的政策是什么 如果是 老了很久的 你要知道 他是不是信用好不好 你最好 让他去拉一份信用报道 那你知道他客人 这个是 他的信用是 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你要 这个你要很了解 这样子 对你的工作是 后面的就 不会浪费很多时间 但是对你的工作 这就是很重要的 他的信用报道 你叫他去拉一份 看一下 大概是什么 如果他连信用卡都没有 那你就怎么做 那只能是按 比如说按现在这样子呢 就是说 银行的政策可能只按 只能按就是35% 或者新移民的 他如果有这么多钱 那应该是 你可以问一下 就贷款那边呢 如果能做 就开始做 如果不能做 你就不能做了 因为你做了 买做了 你到时候给他买的房子 他倒不倒垮啊 对吧 这个是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如果这个录好以后呢 就贷款 跟这方面都落实好的话 那才做 下面的就是第二步了 我刚才说的 如果是广告客人的 那当然 如果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问题的 也会有他 你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市场 激政很激烈嘛 他可能不只是 那只是 认识你一个人啊 他可能也 好几个朋友 他一起给他介绍的 所以最好的 我刚才说的第一步就是 你要签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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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agreement 就是跟你 确定会跟你这样走的 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 跟你买的这样子 一个东西 第二个才你要看一下 他的各方面的 客人的各方面的情况 是不是 就是说 是不是有 有那个 啊 个人的信用 大概他能买多少钱的房子 带款呢 带到多少钱 个人的信用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弱势好了 你才带他去看房子 才要问客人 他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那你要买哪个位置呢 你的大概 你的大概就是 呃 你的budget在哪里 你的 要买 比如说要买独立的 还是要办独立的 还是townhouse 还是要买condo 这个呢 如果他的客人呢 比如说他的budget 比如说只有70万 但是他又要买一个独立的 对吧 那你要预先要做一下工作啊 最好你带他到我们公司 你把你的 他要的一个区域 再打开 你把他打开看 让客人看一下 说你看一下 最近好像这里 你说的这个 像独立屋的 好像70万 我们好像是找不到 就是 他说 那我们可以先去看 大家多一点的 那你就 就把他的 把你往上拉吧 他自己去 你要跟他先说明白吧 你不要就是说 就一头露水的跟他说 他这个预期值很高 他的预期值很高 但是跟他实际情况差很多 这样子也会浪费我们的很多的时间 因为其实我们经济赚钱的时间就是我们的钱 因为每一分每一秒 就是我们经济的钱 我们的经济呢 如果就是说这个时间跟Efficient 如果能用得好 那你呢 那可能你同样的时间 比如说一天时间 其实我们没有做很多事情了 但是我们尽量去减少这些浪费 就是把时间用得最好 最那个的 这个是 所以我为什么说 如果他可能的Efficient很高 跟你的就是 现在市场的这个区域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 相差很大 你最好先带他过来 到 你把整个电脑 就是进去MS 这种 你把它搜索下 最近 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 他成交的情况 那你跟他那 了解一下他实际情况 人家跟他说 你可能70万 买不到独立的 或者是 半独立的 比如说这样子了 你最好 就是 要把你改变你的 你的budget 要不然你可能就是 换一个地方 那有可能 对吧 你Scarver买不到 可能把他Adjust去了 可能OK了 对吧 但你要跟他告诉他 你不告诉他 你就满目的去 弄进去 可能就是 对我们是 是一个很大的乱会 可能你看了好多次 看了五次十次 你还没找到 操门 你没找到那个操门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 这个弄完以后呢 就是说 你知道他要什么呢 如果你 他的要求 跟你的 现在这个市场 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带他去看盘 看盘的时候 第一次看盘的时候 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不要给他看太多 第一次看盘 你 你损的就是他的目标呢 我觉得大概在 其他个盘子 大概是最好 第一次看盘 因为他第一次看盘嘛 你不能可能看 两三个 三五个 他觉得我们不是 做得很认真 最好就是大概在七八个 到十个这样子 中间 这个是messing的 但是你不能给他看太多 太多他会花了盐的 你要告诉他 我们工作 我们做经济 是有经过一些过滤的 有一些房子 我不会带你去看 因为那个是我浪费你的时间 比如说他的那个房子 有一些是抢奥法的 你或者或者他 或者就是说 有一些房子 比如说 你觉得这个是露冲的 或者比如说有那个的 你这种 基本上给他排除掉 因为他会 你看了也是白看嘛 对吧 你跟他说 我带你看了这几个 就是我在市面上找的 可能最优化的 最优化的这几个房子 你看了其他的 你可能看了意义不大 对吧 你一般的地势看了 就不要看太多了 看二十个会类似我们的 我们其实 我们的就是工作就是说 还是要回到那个点上 就是要高效率 知道吧 可能地势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看一点 但是不要超过十个最好 九七八个这样子的 看完以后 他有个idea 那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 就是说 不可能第一次就促成了 有的时候 你很lucky的 可能有些客人 第一次可能会成 因为他可能 他比较ready的 那很多的时候 可能他是没有ready的 他这个 他这个就是预计 跟他的那个实际的需求呢 他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 所以我们带客人 在看房子的时候呢 要跟他多communicate 最好坐你的车 这样子多communicate 就是 你更了解他的需求了 那你问一下 到底 你这个 比如说 你在 你家里是什么情况啊 是不是 不是想出租一点 补贴一些家院啊 还是说 你只是纯粹的 就是说 自己用不想租给别人啊 那你考虑的时候 房子的时候 又不一样了 那有一些人 他是 他是一定要 比如说靠近超市的 遭东黄变的 背市面能够出租了 那如果你太偏远的地方 就是说 这样的房子就 尽量是少看 因为他不符合他的要求 因为你即使看了 也是很多时候是浪费时间 但是 就是 咱们呢 要跟他去不断的交流 就是 知道 精确到 他大概 他大概是要 什么区域的 什么要求的 就是 我们也要跟他 不断的磨合 所以 看房的时候 坐在车上的时候 我们跟客人呢 就是聊天是很重要的 你要 问他 就是说 几个点 就是 对我们后面的工作 会有帮助的 然后你看完每个房子 你要看一下客人的房移 他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他 对哪个地方 就是 对哪个地方有要求 比较严格 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其实 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经验 积累的过程 一下子像我们新人 一般比较少 一下子能够抓得到他的那个 如果你做了久了 三五年了 像比如说像Richard 这种老经济的 他基本上 他一次就知道 大概客人 他就知道 大概大概是要什么样的房子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 像新进来的 像朋友的话 他一定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磨合了 但是你做几年以后 你会觉得 哎 你带客人开一两次 就知道大概大概要什么样的房子 这个 就八九不离十了 就八九不离十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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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看完第一次的 我在刚才说的 大概八九个十个 就第一次 你多看一点 第二次的时候 你 我的经验的话 就不要看太多 大概 第二次看的时候 你也要看时间短了 我一般的就是大概 一个礼拜看 当然要看一次了 一个礼拜当然看一次 就是哪一天 他大概是哪个 你先问他哪一天他方便 每个礼拜都给他 在之前 前一天跟他先打个交付 打个交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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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要修认他 明天是不是可以去看 就比如说明天看 今天就跟他打个交付 明天是不是有空 有空呢 我就再预优 然后你看的时候 你把它要损出来 其实我们工作是 要做很多的 包括你每个房子的 就是说 比如说你有十个房子 你车路线图 也不能这样 随便 从A点到B点 你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比较顺路这样子转过来 是对你是最有效的 你不可能说 从A点这个地方 你到B点 然后又回到 就是又回到这个点 这样子对你 其实也是一种浪费的 我刚才说的就是 我们带客人 就是说 我们要尽量减少我们的时间 但是又达到效果 那我们 比如看十个房子 或者五个房子 他可能是在不同的几个点 但是你尽量看的时候 U的时候 是以顺路的这样形式 转过去了 就是一次性这样子 转过去 不会叫缓回了 所以不会叫缓回了 你就一次性看完 就直接回去了 或者就送它回去了 这样子对我们是最省时间的 这个也是 这是我的一个经验 就是你看五个房子 你最好先在Map上标出来 大概这样子 哪个房子是离我们公司最近的 或者从哪个地方 先看完以后 就看第二个 这样子转过来 这样子对 对我们是最有效的 对吧 你看到后面呢 又了解客人 他就是说真正需求完以后呢 其实你不需要看太多房子 但是你要 如果你有空的时候呢 你要去盯着这个地方 新的旁 你知道我们那个M2系统 你知道 它有一个标志吧 它每天都有 就是update的 就是这边是新出来的 每一天的旁 那边是update的 比如说卖掉的 或者你要update的旁 应该生理这个经理会 会告诉你 那你如果你那样子呢 就是把这个区域给测好 A B C D 这样客人呢 这样子 A的客人 他有一新的房子 一出来他就立马跳出来 你电脑一打开 他就出来了嘛 这个有新的 你一点开就知道 是不是需要带他去看 如果有的 你把他换到一个 你的男子女或怎么样 就是你要记住这个 有这样的房子 你要跟客人去说了 对吧 如果以前的市场 比较好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其实是争分夺秒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盯着这个房子的人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可能我们几万个经济 或者几千个经济盯着这个房子 你的客人 你看了 今天看了 你下了offer可能就成了 因为那个市场的时候 是很好的 很火热的时候 所以我们 我们做经济的 就是说 其实是不容易的 就是你要盯着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比如说 或者泰国旁边的 一出来 你就要跟他打电话 跟他说了 今天又出来一套 你要不要看 就刚刚合你的要求了 也不会抢offer了 立马就下了 他可能就成了 就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没有盯的 其他人盯的 其他人盯的 其他人盯他就买了 你就没机会了 以前火热的时候 那现在市场可能就好一点 对买家来说 他就没那么着急 没那么着急 他也会有问题 就是客人会比较忧郁 他不会一下子就是 价钱会给你一下子很高了 他会就不断的抗价 你可能成交的 就是时间会长了 那样子的就是 你自己要不断的盯着这个 这个旁 这个区 他要的哪个区 你要盯着 一旦出来 你就推给他 诶 符合你要求的 OK 你看一下 就搞定了 这样子就 也不是说 我们的 我们经济的时间 就是我们的钱啊 如果你经济 时间越来越少 大一个客人 你的就像一个 你的效率就要高嘛 那你 那你可能 如果你长年人月的 这样子积累的话 你可能赚的钱就多嘛 比如说你 同样的时间 一个礼拜之内 你可能带的是 可能带的是 十个客人 他做了五当 但是如果你是 你是就是 如果你是 一个你一个有彩座 比如说 彩丁的那个 那这样子就 效率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对吧 这个这个是 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 市场好的时候 你要盯着 我们我们经济 有空的时候 就要打开这电脑 就放在那个地方 他不断也会更新的 更新完 我们看了 这个区域金的 刚好 这个A的客人 这刚好有出来了 你要告诉他 他有的时候看完 就就就那个 这样子的话 就 提高我们的效率 是很重要的 那后面呢 看的就是 我就跟你跟你说的 就是 就是 反正 就是说 不要看太多 看太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 有的时候 可能他看中一个房子的时候呢 他会邀请你再看一个房子 你再看房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 不要给他 就是说 给他一个太接近的 他不好做决定 最好 弄一个稍微差一点的 他比较容易 他比较 心里落下比较大 比较大一点 他比较容易去 做一个决定 下这个房子的 要不然 如果两个房子 差不多 或者那个的时候 他很纠结了 他很纠结了 就像你看到 两个姑娘很漂亮 哎呀 你不要存哪个字 对吧 但是不过你觉得 一个很漂亮 一个觉得措施很差了 或者是 很多 有一个方面是 稍微 比较差一点的 那他就 不会那么忧郁嘛 他就不会那么忧郁嘛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策略 就是说 我们做经济的一种策略 对吧 但是 那你不能就是 当面跟这样子 客人跟去说啊 说了他肯定会骂我们 是不是 那你觉得就是 他不是觉得 你这个没尽到责任嘛 但是 有的时候呢 就是 也是我们 如果你想很快承担 也是一种策略 也不能说你骗人家 就是说 每个人他都有审则 就是说 你觉得 理损的这个 对他来说 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 不要犹豫 因为 因为 因为就是说 如果你给他看了 两个同样差不多 什么都不那个 他会很纠结的 他可能成不了当 就把他错误了这个地方 知道吗 后面再去找的时候 有的时候没那么容易啊 他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 就是说 买完这方面的一些经验 就是说 就是 经验 我也记得 就是说 以前我在唐人街的时候 我一个客人呢 就是 他这种呢 反正就是 也是我同学介绍给我的 我都大了 就是差不多快七八个月了 都 我已经唤弃他了 但有的时候客人他很奇怪 你有的时候唤弃他了的话 他呢 他有一些呢 他会有一些 有点 有一些可能会长良良心的 他也会觉得 哎呀 这个家伙给我带了七八个月 又没带出来 那后来他可能 找了房子的话 他还会回来去找你 他可能 不是我们自己给他找的房子 因为我们觉得 哎呀 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 太花时间了 我就上 先把你晾在那个地方 晾一晾 但是你可能 带了他时间太长了 他也有一些良心的发现吧 会有这样的可能 但不是每个人都那样子的 那我可能后来呢 他就是他的好朋友 比如说在太古旁边 看到一个房子 哎 这个房子不错啊 你就像你亲亲下的吧 对吧 他也 他也没 就是直接跟我说了 就看那个房子 他 那就给他下了 就成了 但是我那个房子 就是 但是我那个客人 我是花了很多时间的 但是 但是我就回到那个点上 如果你把工作都做好了 他要求什么呢 反正哪个区域呢 你没什么一个 其实就是说一年时间 他不会花很多时间 如果你是都在那个附近的 他就不会花你很多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每次进去看的时候 就看两间 就是目的就很长了 就不会说你 可能抓了一大圈了 对吧 那当然就是 因为他是长两间的 可能你花了很多时间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呢 你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 就是 你刚才看了 就两间就拉倒了 你知道吗 就就就就那个 我刚才还有一点的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是什么呢 刚才我 想出来点了 一点忘记了 但是 我是想说就是 这个是 就是说 就是我 我告诉大家 就是 就是 就客人就是 有的时候 他有一些是有两星的客人 他会回来的 那有一些是 那也有一些很lucky的客人 就是说 你可能第一天带来 看一套完的 他就买了 也有 但是不是每次都有 这么lucky的 但是 所以你要做好 不断做好 那我刚才跟你说的 在工作 可能对你的工作 是有帮助的 就是对你省时间 对你做很多 其他的那一个 是有帮助的 至于卖房的话 卖房的话 现在就是很多人 就是其实 现在卖房的很多人 很多可能 朋友会打你电话 比如说 这个卖房 他要卖多少多少 你最好先做一个功课 就是 他这个要的价格 就是说 是不是符合市场的规律 对吧 你不要急的去拿着 他的这个listing 去卖这个房子 你一定要了解清楚 他的预期跟市场 是不是差很多 如果市场不好的时候 跟市场好的时候 我们策略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市场好的时候 往上走的时候 他的预期值高一点 你可以接下来了 因为他市场在往上走 价格在往上走 那比如说他比你的预期值 多了三五万 那你可以接下来有机会卖得掉了 但是如果市场是往下滑 或者平稳的时候 咱们就不能这么做事了 咱们就要死话死说 就必须告诉他 你现在这个房子 他说卖180 你说不行 你最多就卖了150 140 如果其他经济要卖 你就让他卖 他卖完一阵子的话 不是说每一个经济 他都是 就是说 不是说每一个 不是说你二手接过来了 他一定那个 他如果第一手 那个经济卖完以后 他卖了三个月 几个月 他没有卖掉的时候 他缓过来会卖你的时候 你的工作就 就好做了 但是如果你第一手去接的时候 你的工作是很tough的 因为他卖不出那个价格 知道吗 他卖不出那个价格的时候 他后 他可能会complain你的能力 他不知道 其实 其实 我真的是比较实在的 也不是说你冠心什么的 其实大家的能力都差不多 用的那些策略都差不多 你有一些的 比如说 像卖房子 比如说 你像 做一些广告 做一些staging 比如说 那些小小的细节 我们要注意 完以后 其他的其实 还有一些 就是你做了 久了 可以一些 一些策略 其实我们的 自己人都没有差了那么多 他为什么 就是说 就是说 为什么他 人家会觉得 一定会损他 为什么不损你 因为人都会这样子的 他有 会怀疑的 他觉得 他做得多 他就觉得 哎 这个就像一个品牌一样的 他就品牌就 就像 就像品牌 他的价值就比较高嘛 他其实 按我的理解 其实是 人的其实是 智力革命 应该不会差太多 没有差那么 我想象的那么多 所以 为什么有一些人很 就是喜欢就是 哎呀我吹牛怎么 那个 他其实是 他其实是讲给客人听的 那有一些客人 他就没办法 他就会信这种的了 那不是这样子的 他会说 哎呀我是 哎呀我一个月 能卖多少 那什么 他把自己没卖了 他不会说出来跟你说啊 对不对 他不会说的 他如果说的 把自己的不是 就是 最 最 最chill的点 那个给别人看嘛 所以你去拿listing的时候 你不但是 是我们公司的冠军 还有其他的冠军的时候 你拿出来的气势 但是不能说我是第二了 你要拿出来你的优势 去跟他比拼啊 他说他的公司的冠军 你可以说 哎我卖的是百分之百 我去年卖了两套 我全部卖掉了 但是你不要说你两套啊 但是你 你说我的卖 卖款率是百分之百啊 你不能用你的长处 跟他的比他的 就用你的短处 跟他的长处去比 这是我告诉大家每一个人 如果你想做 number one 你就要觉得 当自己是 number one 你不要觉得 如果他做 他卖了最多 你就他那 那不是这样子的 知道吗 其实人的能力是差不多的 我不喜欢说 哎我 我这个人就是很实在的一个人 我不喜欢我跟你说 哎 那能力可能会有点差别 但是就是 我不喜欢跟你说 就是把大家的信心给他打完 如果你去拿listing的时候 你一定要拿出 你是 number one 但是你要找出 你的这个点 是跟人家可以比拼的 我有一次 但是 其实没有那边去哪一个 去哪一个listing 就是listing的 但是 他 我可能说 哎 我们公司的可能是 二手房的冠军 我就跟他这样说了 那另外一个人 他可能也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了 可能也是我们公司 但也不知道 可能 但他不会这么说了 他会说 哎 这家伙 他买房买的比较多 卖房卖的少啊 他就这么说了 他说 我卖房卖的多啊 那你也没办法啊 是不是 他就用这个点跟我比啊 那客人他会就觉得很犹豫 就觉得 哎 这说点度呀 是不是 他就是 就是 你 你不要因为就是 我站在上面 觉得 哎 Ross这个家伙是 我 我跟我客人说的时候 我会说这么说 对吧 但是你去跟客人说的时候 你不能说 Ross他就是第一冠军 那你就输掉了啊 你不能这么说的 因为你这么说 你就输掉了 这叫 你这个游戏就over了 你要找出 我的弱点 你的 你的那个比我好的 去跟客人去说呀 你说 哎 我在这个区比他熟啊 这家伙他这个区 可能只办了两千啊 但是我在这个区 我做了五千啊 你要这么讲 那客人会相信你的 我只是 但是我只是把我的 我的 这些 我的一些 感受给大家分享 我不是说 哎 我要隐瞒了这些东西 我要告诉大家 你如果想做 No.1 你是可以做No.1 但是你要觉得自己是No.1 你要 并且你要拿出来的东西 你跟他比拼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 打败牌啊 对不对 如果你要不断的那个 当然你 当你业绩做高的时候 你拿出来的东西 去跟客人去present的时候 跟你业绩少的时候 就你这个 你要不断的变化的 对不对 你 你这个东西要不断的变化了 不是说 我们今天是这样子 明天是那样子 我们今天是做了第一年 那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这么跟他说了 对吧 我们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 我们 可能拿了数据 或什么更多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我们最好的 最强的去跟他拿去比拼 对不对 这个是我觉得 就是 我的一些经验的 一些分享 我觉得 还有 还有就是说 就是 就是 你要懂得你的客人 不是每个客人 都用同一种的手法 跟他去做 去做事 你跟客人 他有的时候他接触过 你觉得他是比较忧郁的时候呢 会比较优劳寡当的时候呢 比如说 你手上有五个客人的时候 你可能现在 不会有这种情况 以前会有的 你可能 你可能手上有十个客人 你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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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最快承担的快人 还有 最多 买的就是量 就是说 最贵房子的那可能 你要多花时间了 还有 还有比较忧郁的客人 忧郁的客人 我们不是说要换掉他 就是我们安排工作的时候 尽量是安排那些 最急的客人 因为他是最容易承担的 你不能安排 把我们的工作 把它换在 就是 最不容易承担的 或者最忧郁的客人 如果你手上有好多客人的时候 因为你要把你的时间最优化 最优化 那现在这种应该 就是说 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了 但是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做很大的时候 就是你想做很多地方 不是一年可能做十单的 可能做三十单 五十单 甚至七八十单的时候 你必须要这样子做 没有这样子做 你的效率就没那么高 所以呢 我刚才就是给大家说的 就是如果有十个 或者五个客人的时候 你要记住 你的工作的重心是 哪个客人 他最焦急 最容易承担的 还有当然 我们不能换掉 那个卖最贵的豪宅那个人 对不对 那个是赚大钱的 那个最不能去 一定要盯住呀 不能让他跑了 就是这样子 那中间呢 有一些忧郁的 或者他比较 有一些 很多条件还没论理的 我们可以就是盯着他 但是 不要给他盯太紧的 就是 这个工作呢 就是他有个 最焦急的那个人 先杀掉 后面呢 再给杀掉 慢慢的 等后面大家都杀到 都不急的时候 当然你就要 把那些人 要把它做好了 那你这样子 就是工作的效率 就又高了嘛 这样子你的工作 就效率就 就不断的 对你的 我就跟你说了 我们的时间就是我们的钱 我们时间用完了 那客人每天就来 谁给你配工资 没人配工资 老婆夫婿肯定是 不让你睡觉了 是不是 但是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用到最极致 最有效 那就是 其实你的钱也是赚得最多的 至少你按你的能力之换 你用到最好的了 那没办法 如果能成就成不了 那现在这么 比较slow的 slow的这种 这种 这种那个市场的话 很多客人他 就是说 他的expansion 都会比市场 还低了 所以很难承担 所以你要有点 耐心 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就是 你只能慢慢的去磨 那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也会逼我们经济不能 不说 全部说实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你明明知道 他买家 可能就是说 87 或者 就卖了 但是你的客人可能现在 可以出到87万5了 但是你不能把底牌给人家去说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把客人的expansion 先给他拉高一点 然后呢 我们再降低他的一点要求的时候 他会很满足 就是说 你可以跟他说 对方可能卖87万5了 那你可以跟他多说一点点吧 你可以说 88万5 比如说这样子的 但是你这个注意就是 度要把握得好一点 就是说 你可以把 买家的就是 这个 这个架 就是排呢 稍微往上拉一点 然后 你这边的客人呢 他呢 就是预计人机会上去 他比如说 他比如说本来想 指出86的 哎呀想想算了 本来要88吧 找中间路线87吧 那可能你这单就成了 但是如果你跟他说 对方指出 就是对方可以出到86 他就不是这样子了 他就说 哎 我要86万5 那这5级怎么弄啊 弄不了了 哈哈哈 你听明白吗 这不是欺骗本来 这是一种承担的错落了 就是 那你说经济师都是骗子 不都是这样子 不是什么这样子 也不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 如果你有一种错落 这样子的做的时候呢 会让你的工作好做很多 会让你的工作好做很多 因为这样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 他电话哪来打去呢 如果有的时候 你全部都是按正常来说 那可能也OK呢 但是可能你花的时间要花很多 但是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怎么说啊 只有你掌握了 各位朋友们都掌握好的时候 你可以偶尔用一下 不要都用 因为这个其实也不好 我只是告诉这个 有一点小小的技巧 你要把客人的Especial先拉高 不要完全告诉他 真实的情 就是完全的 你可以往上拉一拉 这样子 你比如说 你不是说 不跟他争取权利了 你帮他争取下来的时候 他会很happy的 他会觉得 你确实也帮他做到工作了 你本来原来跟他说 可能另外87万5啊 后来可能是87万买的 他觉得 这个经济还不错了 你帮我去争取权利的 但是你原来跟他说 八十 就是87万 但是可能就是87万买的 他不是那么happy的 他人的其实是 这个叫占便宜的心理 是永远存在的 大部分的不是这样子的 我也是这样子的 我跟Chimp Smith的 Semi也是这样子的 Tony9也是这样子的 知道吗 他如果是跟你说 他不是那样子的 他是骗你的 有点不奇怪 知道吗 所以呢 你要我站在这个 这个 可能我是去年的二手 如果你想做那个 你必须当成自己就是 冠军 你要这种的心理转道 毕竟你要找出 你这个人去 哪个公司去那个人 你要找出他的缺点 不是说去 不是说我们去攻击人家 但是你要找出 你身上的闪光点 跟他去地比 你才有机会打断人家 因为这个 这个市场就是 一个open的市场 就是 是一个竞争的市场 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去攻击别人 但是你要找出 你的优点 哪一方面的优点 是比他好的 哪一个那去做 你才有机会赢他呀 要不然你没有机会呀 因为 人家客人省的时候 一定是省第一 不会省第二 你一定救出这一点 知道吗 但是你的第一 可能你跟他说 我这个 知道这条街 我做过他没做过呀 对吧 他也没办法呀 这条街错失你做过 他没做过啊 他冠军有什么关系 我这条街 我就做冠军 他比不过我 是不是 你只能找出你的 你的point 你的场处 你跟人家去那个 就是 这是我个人的心得体验 我呢 我呢 希望大家 就是说 我们做的就是 要踏踏实实的 但是 偶尔吹牛也需要的 因为他客人就是喜欢听你吹牛的 哎 我说 number one 他当然是喜欢你 number one 去做了 哪怕他做你 number two 去做嘛 是不是 所以你也不要把 就是被 其他的同事 他的那个 所笑不掉 你一定要讲出你的一些賞观点 来跟他比较 他说 对口 谁对口 我不知道 who cares 我就是 number one 谁啊 我听 没听说 就是这样子 但是 我这个是跟你是 掏心掏心 会跟大家这么说 明白吧 我希望你们能够 我的一些 我的一些 那个对你 因为我这个人 生命也知道 这么多年 其实我是比较踏踏实实 我就是拿了 number one 算了 不熟 就是拿大一双 因为我的性格就是 我说 我去念 你知道我去念吗 我也没有英文 没什么 那个时候你知道怎么去考吗 有一个同事 他们说是 当时去到Bloch 还是在Downtown那边 去到一个地下室 他说要考地产 那时候填表 填了之后 然后他说 这是起一座 好了 你是终于了 这太简单了 对 当时就这么做情绪了 真的 那怎么样 我跟你说 年纪轻要鼓励你们 不要放弃 你喜欢这行 你自己喜欢 就选这行 就是功夫 不要浪费时间 当然 你必须学习 对不对 我来到加拿大太久了 今年52年了 我从香港做进村口做了十年了 很成功 我一做什么 都成功 现在我的半天休那样子 比如我这些年来 这个走那个走四个 家人都走到 我现在又回去上海 二号就回去 哦 你会马上回去 对呀 我回去差不多两个月 到过年 下个月过年的时候就来 有一个孩子 这么样 那么现在我跟你分享 做这个蛮有兴趣 你别讲了 我在家里做家庭主播 曼尼尔小博 我不喜欢看孩子 那么好了 去念了 真的念了 考到97分 我查字典了 天天念字典了 我没有这个底子嘛 对不对啊 没有学过英文 就是中国大陆念的小学 六年毕业了 不过年年都考第一 OK 有别念书的 以后没有书念了 要做工嘛 出来嘛 得得得得 香港还进不去了 我的兄弟怎么要偷逗 我不要偷逗 我广东话讲的比广东人都好 你看 我就坐大船 把小妹带过去了 就这样开始了 17岁 听了一讲 到那边做什么 什么经验都没有啊 东找西找的 结果没有一行适合我 后来 咦 走写字楼去做跑街 咦 我喜欢跑啊 所以咦 搜索懒事 跑街 delivered talking 那我一坐船的 因为他没有这个 但是如果前面 他一开始跟你讨价 讨价的话 你如果这个问题 不解决 后面会有很多问题 会产生 就是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 就是科力化可能 就是说 贷款的问题也是问 就是 你的首付款在哪里啊 对吧 就是说 如果你 我经常问一个问题 我说 我问你 我觉得我给你三个星期的时间 你买到房子够不够 对吧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就是实际上 把它一开始 就把用这个 问的问题的形式 把客人的时间给他做短 然后客人说 三个星期可能有点不够 我说 那一个月呢 你觉得够不够 如果您觉得可以的话 我们有一个 就是一个月的计划 这样的话 就把客人的时间 就是说 他心里不一定 实际上的情况 不一定说一个月 他就会买到房子 但是客人他心里有一个数 而且他可能说 嗯 应该不够 我说 没关系 如果一个月不够 我可以写六个星期 应该可以 时间可以 他说 应该差不多了吧 经常客人说 可以 那我说 那我记一下 就是说 你把这个 我跟客人基本上 有一个 communication sheet 我说几月几号 可能我记一记 但是在下一次 有机会的时候 客人说 你做得很不在意的时候 我说 哎呦 六个月了 六个星期 快到了 真不好意思 我六个星期 还没给你找到房子 对吧 我说是这么说 但是实际上 已经提醒客人 那我很多时间了 但实际上是很有效的 我的体验就是说 第一次见到客人 是一定要做好这些 亏捏客人的事情 对吧 包括一些敏感的话题 但是你讲出来的方式方法 语言 口气的 对吧 这个都是可以 很好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就是 又卖了11号Vesity 后来我自己又买了一个 11号Vesity 当时11号Vesity 那个712尺的 现在这一支YSL 你去看一下 0245行 也是712尺的 他卖120多万 5230 我当时才卖50万5000 车位我四万五百的 这次是12万 哇 这个多好 而且我那个阳台很大 这一次你去看 24号步行 朝西南的 没有阳台的 挂了120多万 哇 这个增值 现在确实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东西讲 有的听 是不完 有的就是自己去买 自己买 你买完的 你的经纪朋友 他就会跟着你去买 你自己确实 是吧 亲身体会很多东西 他们就会确实是 所以说 哈哈 我们老板也在想 确实有道远 就是说 经济的话 自己要先去 每年交易 一个可能会好 好 对 和你从实践中去学习 到超大 做的是 真的错太远了 我在大鹏 一加入经济 做到大鹏 做了一个五年多的时间 我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也是没打一个广告 我的客人呢 也经常也都是朋友 然后客人 介绍客人 是这样的 我大部分也是做的 是买 没有很少的listing 我跟咱大牌 同样的有一个感触 就是 对客人 首先你服务的时候 一定要周到 真的是 而且有的时间 一定要为客人的利益 去考虑 其实现在客人很 没有傻的客人 都很聪明 他 你心里怎么想 你是不是替他考虑 他一定能证明出来的 在我接触的客人的当中 也有一些客人 真的很难打交道 我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对他 我想说大部分 都对大家一下 我掏心掏肺的客人 对他真是 一分钱一分钱的 往亚克的压降 最后呢 他还不领情 他说别的客人做的可能更好 别的经济 别的经济 对做的可能还会更好 他 当然 我当他卖了一个房子 帮他买了一个房子 他往后了 我就说了 对我们家里 往后再找 再买好买 干脆说 让他找别人 就千万不得做 真的是 因为你有的付出的 真的是 不能说 跟他回报 不成正义 至少说让你的心里边 真的是 也记得有的策略 所以说 对这种的客人 可能该丢的一定该丢 你别舍不得 哎呀 我没有一个客人 我心情有怎么办 如果你从 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间 你对你的客人 好像是真的是 不能够平等 我们不一样 虽然问题 念不读的事情 我们的希望 来生还能相应 这么多年的兄弟 有些比我敢了解你 抬头抬头不容易 我冰了岁月和脾气 时间转眼就过去 正像火不散的阳系 只是以为 我们还在 心流在云底 张开手 需要 多大的勇气 这片天 你我一起争取 哦 该努力 只为了 我们想要的明天 好好的 这份情话 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